哈喽,各位大家好,我是Poly 那今天要带来一个Table的运用 也就是说,假设我今天有两个数字 一个是部门呢,实际的经营的状况 以及公司针对这个部门 或者是针对我们原本 今年我们要达到我们做一个budget 那我如何很快速的去知道说 每一个部门或者是每一个业务 它有没有达标 那它达标的状况是怎么样 我们可以用什么样子的方式 去做一个视觉化的表示呢 那首先我们先来看到一下 那我只需要三个栏位 我们就可以去做视觉化 我们最基本我们要知道的是 它可能是来自哪一些部门 有哪些它的预算设定是多少 那实际上它达成的数字是多少 那有了这三个栏位之后 我们再回到我们刚刚的这个画面 我们就可以去做我们的 HR跟budget的比较 那在还没有进到 例如说还不是很熟悉视觉化的朋友 你可能会做一个类似这样子的画面 我直接就是把部门 实际 预算就放上去 那这样放上去的确它也是一个视觉化展示 但是你就必须用肉眼去分别判断 A部门有没有达标 B部门有没有达标 那这样子的方式 它就会花费你比较多的时间 那有学过我们之前一些课程的朋友 一定知道说 我可以用什么样子的方法去达标视觉化呢 那我今天带来三个方法 提供三个方法来告诉大家 那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方法 第一个方法其实是最直观的 为什么呢 我们刚刚有提到了 我们有预算 我们有实际 那我可不可以做 类似这样子的方式 有一个双轴的方式去显示 那我就可以直接看到说 当我的实际大于我的预算 颜色以颜色来看的话 我的实际大于我的预算 那这样子我就是达标了 但是这个的好坏处 我们等一下再来讲 好 那要做到第一个方法 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实作的方式 刚刚有提到 我只要有部门 有实际 有预算 这基本上我是不是就可以去做到 刚刚提到的刚刚有两个数字 是我有实际 我有预算 那我想要做一个双轴 所以我就可以在这个预算这边 做一个下拉 这里就可以做到双轴 那我做完双轴之后 我想要全部都用长条图的方式 去做一个显示 好 假设我全部用长条图的方式去显示 我先把这个标记先把它取消掉 好 那怎样实现我刚刚的画面呢 我可不可以让预算大一点点 好 预算大一点点 然后呢 我的实际比较小一点点 好 那接着的话我还做一个动作 我想要他们是同步走 这个其实应该在双轴后面一起去做 那现在你会看到 有些画面 这个好像有一个 大部分都看到预算的部分 没有看到实际 我们可以把两个做一个对调 那这时候你就可以看到比较明显的是 我的实际上跟我的预算 他们各自的表现是如何 那这个的话 这个的优缺点我讲一下 这个优缺点就是 我虽然在这个画面我已经把实际跟 预算 actual跟budget放在一起了 但是你会看到 以c来讲的话 他有没有达标 其实还是你要很认真看 如果我刚刚没有去同步走 你可能又更看不出来 这是第一种方式 那第二种方式我们可不可以把它做到更好呢 我们来看一下第二种方式怎么做 第二种方式的话 有没有比觉得刚刚再更好一点 刚刚的颜色是实际跟预计的颜色 现在的颜色是他有没有达标的颜色 所以我可以很快的告诉你 有两个达标 有三个部门没有达标 那他们离他们的预算到底还有多远 这个我看得好像又更清楚了 那这个是怎么做呢 我们在第二个方法的时候 我们可以做一件事情 我们到第二个方法的话 我们一样是把他们的实际 他们的部门都选进来 那我们做一个转制 那我看到有实际有部门之后 我怎么样把budget放进去呢 我先把budget放在我们的详细资料 那接着的话我们进到分析这边 我想要去画一个东西 这个叫做辅助线 我想要做一个辅助线 所以我可以把这个辅助线拉进来 那辅助线呢 他有这三种方式 你是要大家的KPI都定一样 还是大家的KPI都定不一样 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资料 我们的资料 大家的KPI都不一样 因为每一个部门 他们要面临的数字是 面对数字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刚刚的这个辅助线应该要把它放在这个储存格 那放进来之后你会看到这个视窗就会跳开来 它会告诉你这个值你要放进来跟谁比 我要跟预算 也就是跟我的budget去做相比 那接着的话我可以把我的budget做成虚线的方式 或者是它是红色的线 我想要它更图更明显一点点 那这时候我是不是就可以达到我们刚刚提到的 我的长条图是我的实际 但是我的虚线的部分是我的预算 那我就可以很快速的在这边来去看到谁 我离我实际上离我的预算还有多远 但是你会告诉我说没有啊 刚刚在第二个方法 我们是不是有用颜色去区分谁有达标谁没有达标 所以我要做到这个方法 我还要做什么事情呢 我可以去做一个计算的公式去做 怎么样判断有达标呢 在看答案之前先想一下 我今天实际的数字大于预算叫做达标嘛 对不对 好 那我们就做一个设定 如果我的去做我实际上的加总大于我预算的加总 那为什么这边要做加总 我们现在是一个部门 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我今天是一个业务 我如果再多一个维度多个业务 所以我们用上的方式去做计算 好 我的实际大于我的预算 这个叫做达标 所以出来之后 我的我把它放在我的色彩这边 你可以看到我的色彩放进来之后 它不是true就是false 因为我们的这个条件判断 它就是一个布林的结果 那我当然我们可以在这边 可以去做一个叫做编辑标题 不是标题 重新命名吧 对不对 编辑 设定图例的显示 这边都 好 这边的话就是好 先这样 绿色就是有打标 这个颜色都可以去做修改 好 我忽然找不到这个编辑 色彩放进去标题 OK 好 这边好 那这样子的话 我就可以很快速去看到说 哪些是有达标 有两个部门有达标 三个部门是没有达标的 那我也不用像刚刚在方法一这里 这边看了很久 然后我还是没有办法很快速说出来 谁有达标谁没有达标 OK 这是第二种方法 很显然的我们第二种方法会花比第一种方法再多一点点步骤 但是也不用太多 但是很快速的可以看到谁有达标谁没有达标 好那我们进到第三个方法 第三个方法想要跟大家讲的是说 那如果主管他想要一目了然看到每个部门他的达成率的状况是多少 可以怎么做呢 在我没有放下达成率之前 可不可以在一张图表上面 然后跟他的视觉化的图来告诉我 他的达成率是60% 80%还是100% 那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好我们进到这个刚刚的这个达成率我们把它放进来 好刚刚这里 再放上percentage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达成率是怎么算出来的 达成率这个数字也是我刚刚特别去写出来的 如果我的实际去除以我的预算乘于百分之百 那我就可以达到达成率的这个percentage 所以A部门达成了120 好那这个83 44 OK这是我们直接把达成率放上去 这个是最快的方式 但如果我今天没有办法在上面放达成率 我只是想用视觉化的方式去做 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我下面就可以有一个区间的分布 那他这个颜色是有意义的 到这个颜色是60% 然后在蓝色这个是80%到黄色的 OK这个是100% 所以呢超过了 就是超过100%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bar在这个中间 所以他这个介于80到100%的 那这个刚好呢 就是只超过了一些些 好那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在第三个方法的实作一样是很 很迅速的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实际的数字 跟我们的部门然后放进来 一样我做一个转制 那放进来之后呢 我们现在这个全部都是actual 就是实际的数字 我一样要把我的预算放进来详细资料 等一下来做一个比对 还记得刚刚我们第一个方法二 我们是把辅助线拉进去 但是我现在要做的是分布辅助的区间 所以我把分布区间一样是放在储存格 逻辑跟刚刚一样我每一个部门要看到不同的结果 我就是把它放在储存格 那放进来之后接着的话这边有个值 他去问你你的值呢是要用谁来做百分比呢 我们是跟budget去做相比 所以请把budget放进来 那系统会预设他会告诉你说有60% 80% 请你们再加一个叫做百分之百的 甚至如果你想要有个120%也可以 好 我们就做到120% 然后呢做上去是做向下填充 那我就上面的资料 那颜色的话我想要每一个颜色都有 好我就把它选这个第一个这个 OK好按确定之后 那我在这边不就是可以看到 哦这里就是120% 这是 这条线 蓝色的120% 黄色的这条线是100% 80% 60% 那刚刚提到这个设定是 你在这个格式 你在 这边编辑这边可以去决定 你要拉到百分之百 还是百分之120 好我们做百分之百就好了 OK 基本上呢你可以这样 这样子就结果 就是一个结束的一个结果 那当然你也可以把我们刚刚的达标 再放到我们的色彩里面 但是这样的话颜色会太乱 所以我们会先把这个达标先拿掉 或者是我们再改一下配色 好 这就是第三个方法 那今天呢带来这三个方法 跟大家分享 怎么样让我们的KPI的显示 是符合我们可以一目了然 可以去达到的 所以for不同的purpose 如果我想要快速去看到 谁达标 谁没有达标 我觉得方法二是一个很快的方式 那方法三的话是很适合给 我想知道每一个部门的达成率 那甚至是在我们在做达成率的时候 如果我今天 在没有把达成率显示出来 我想要直接这样去做的话 我就可以这样去设计 那今天我们的教学就到这边 有听到这门课的同学 也觉得应该对你们收获 都是还是蛮多的 那记得要去练习哦 OK 谢谢大家